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不会有空 要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了 大家不要当他是24小时义线 他都要睡觉 不是令他晚上 我想他不会听 最好就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是办公时间以外 麻烦你去PM 收信息 我想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家 有些问题他要直接问 比较放心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陈志强博士 以及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赛是给足料的 给足料的 一定是没有出口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700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打算过了疫情 限制没有太大 所以我们会调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一场 多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那个地方本身 再多摆一点 他们没有位置 我估计大概三围多 三围多 当晚除了我和陈志弘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阿Kat 例如清雅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他得闲的话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志弘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他带了一个 Syphon Hawking的金币 不是金币 是这个币 是康山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Syphon Hawking未死 他就叫我去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很刁钻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拿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条问题 就一直留下了 结果最近我搬的时候 才找回这些东西 幸好你找回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这个是头奖是吗? 不是 这个是安卫奖 这个是安卫奖 那头奖就是台奖 一口吧 这个是一个惩罚 当然再想想 当然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送一本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Sylvan Hawking的时间选书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书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今晚大家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么久 这些政府主持人 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样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 92672622的梁锦祥工作室工人员 那我们有什么疑问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我们回到第四节 前两天我吃了龙虾刺身 我看到龙虾是很大隻的 但是龙虾我看上去是相当像蟑螂 其实龙虾是不是蟑螂 有些人不喜欢吃蟑螂 都是这个理由来的 就是你看它那些蝦腳那些位置 一折折 还有那条蝦鬚 其实很容易就是 你游过其他颜色 其实都很像蟑螂 但是引伸到另一个问题就是 在海洋那些很多海鲜 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截肢 就是这些截肢动物 陆地上都有类似的东西 但是陆地上的那些版本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放进口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陆地上你比较多见的就是昆虫类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一截截 头胸腹很多脚 那些脚很多截肢 很多时候是昆虫的东西 还有它是骨骼的 Exoskeleton 肉在里面的骨是包着肉的 是啊是啊 那这些无论是海洋的截肢动物 还是陆上的昆虫 都是有这样的特征 是靠外面的壳 来支撑整个身体的形状 那有人就会问 那为什么陆地都有很多截肢动物 但是为什么海洋好像没有什么昆虫 我们不会看到海洋好像昆虫类的东西 那有人就会问这个问题 是 也有的 刚才我也说了 其实 蝦其实是蟑螂 就是生存在海的蟑螂 但是它的数量呢 就是我们在陆上有很多不同的昆虫 我们有蟑蟑螂 有蟑螂 有很多东西 但是海那里呢 是不是因为生存的环境不同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呢 是啊 是的 其实就是有人去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的 就是比如说 大家都是一些外骨落 用外壳来支撑身体形状的动物 那为什么在那个陆地上面 更加多是用昆虫形式出现 在海里更加多是用这个 就是其他海鲜 那些截肢动物形式去出现呢 那我说这个环境当然决定了 但是其实在最近的研究里面 大家甚至乎去问 究竟在他们的身体里面 那个内分泌的身体那个成分里面 是有什么是帮手决定了 他们是用什么形式来去生存的呢 就是比如说在陆地上面的昆虫那些壳 怎么硬起来的呢 那原来我们是有个解释的 那这个我稍后再说 那其实呢 我们很容易看到明明有些呢 就是你不需要去把蟑螂和蝦 放在一起来去比较 其实呢我们现实生活上 甚至乎看到一些东西呢 很明显就是 你会看到基本上是同一个物种 或者至少他们是非常近的近亲 连形状都一样的了 不过在海里大粒一些 在陆地上就小粒很多 那台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海塞 那类有什么 就是有些人呢 那些海塞很容易就是呢 钓到一条鱼在鱼筛那里 或者在鱼嘴那里 射有一粒很噁心的 有壳的东西在那里 但其实呢 你发觉那粒海塞呢 那些形状呢 其实跟那些床塞呢 其实是很相似的 差在就是床塞就很小粒 黑黑啡啡一点点 但是那海塞就好像一个放大了 版本的壳好像也都浸到白了 浸淋了的版本那样 但是那壳都是硬硬的 就是都会是这样的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呢 就是可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物种 但是纯粹是那个海洋那个的 就是海洋和陆地 它本身两个不同的环境呢 已经是决定了去生一大 就是可以生成怎样的 那在这儿呢 要提一提了 就是这个来自那个 东京都会大学的一个研究 那它就是提出了一个 就是挺仔细的考证呢 就是说 其中呢 就有一种 就是在一些昆虫的身体上面 就找到一种很独特的酵素呢 这种酵素呢 是直接令到它们的外壳是硬了的 就是它们不硬的话 基本上那壳不硬 就支撑不了它们的骨架了 但是现在呢 就找到一种叫 它的名叫做Multi Copper Oxidase Multi Copper Oxidase 那个英文的简称是MCO2 那样 那如果用得那些Oxidase 那些有ASE的那些呢 通常在那个生物学上面 都在讲一些酵素的一些物质 那它就似乎是带有 这个铜的成份在那裡 然后就帮它形成一些这样的硬殼 那这些东西当接触到空气 令到它的鱼越来越硬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物质 它接触到不同的环境 就令到那个生物的外壳都有不同的质地了 而这件事 就是同一个 就算是同一个物种 它因为有这种烤素 如果它是站在这个陆地上面的时候 它跟空气接触 就会自然形成那个硬殼 但是如果它不是在空气上面 而是在一个接触不到空气 可能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个机制 令它形成那个好像很陆地那种硬的壳 那于是乎就看不到 就是我们就看不到 就是那个一样的形态 就是似乎那些东西在水里面 它就算有个壳 那壳就是 如果你说背壳 那它就更加硬了 但是如果你跟那些截肢动物去比 你比如说虾壳 或者是刚才说那些海塞的壳 跟它在陆地上面对应那些近身 似乎它们的壳都还是没那么硬的 就相对于 那这个就很似乎就是 它们原先有那种酵素 能不能够接触到氧气 就是从而就令到它的壳 有几硬的一个结果 那似乎它是说 它就由一个叫做生化学里面 找一个原因来去解释 大家为什么出来 那壳的形态会有不同 对于海那里和陆地那里 那还有蟹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计法 它的论文有一个很精进的说话 就是no MCO2 no insects 嗯 那这个就 概括了就是 就是昆虫本身的 物质的结构是怎样的 是的 那还有很有趣的 就是现在在生物学上面都会认定 昆虫和那些海洋里面的肢節动物 都是近亲来的 因为它们无论在那个身体的形状 结构那里都有相似的地方 现在甚至乎它在说 就是这些这样的MCO2 这些这样的物质 就是这种独特的酵素 就决定了它一只壳壳就会硬些 一只壳壳就会是 比较多的空间去延展这样 那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在背后去解释到 怎样有不同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家都会留意的就是 大家不会去吃蟑螂 因为很多时候也很少吃昆虫 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昆虫没什么肉吃 还有很多渣 那些所谓的渣就是它的外壳 硬碌碌 你又消化不了也很难咬 那除非就是有些情况 你炸到脆了脆到的地步 你不咬它自己都会用舌头 都会粉碎了 那些你可能就有人会吃 那其实就 在香港我都知道有几间 这些这样的餐厅 是有埋这些炸的虫去吃的 很高打物质的 是的 那有些比如是蜜皮虫 如果你不嫌腥的 就有些蜥蜀可以吃 炸蜥蜀 那我还记得有一家云南铺里面 就有五种不同的虫炸给你吃 那这样 那实不相瞞 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克服了这么多种虫 有些小小的那些可以吃下去 外面脆脆脆就有点烟硬 那些烟硬就来自它的蛋白质 但是你吃海鲜 你相对少一点这个问题 就是你发现海鲜很多时候 是多些肉吃的 就是你虽然有高蟹 但是你知道也有些肉蟹的 虾也是你会吃它比较多肉的 就算甚至乎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厚实的蛋白质的肉的结构 在那些海洋截肢動物那里 但是如果在陆地截肢動物那里 你就会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多肉吃的 那因为它们很多时候只需要去抵抗空气的阻力 那它可能发展了那些位置就是有对翼去飞 那另外就是说它手和脚要抵抗空气阻力 基本上没什么阻力的 那它的肌肉也都不需要太强壮 但是很有趣 我很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些纪录片 是说某一种的在非洲的大蜘蛛 那它就不是说自己结网的 它是好像很多的昆虫那样 甚至乎那些就是那些爬虫动物那样 是要在地上挖个孔那里躲起的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蜘蛛形状的东西 而很有趣就是那些土著是会捉那种蜘蛛来吃的 那吃的原因就是里面它是多肉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说它脆脆出来是好像吃虾 那些像是虾肉的口感 那其实这个就代表着 就算在陆地也可能有一些 它在它的演化发展里面 傾向发展它的肌肉的一些的昆虫 也有也不奇怪 那这里很有趣了 这个研究就就告诉我们 是的 这些陆地上面的昆虫 和海洋裡面的節肢動物是近親 而它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生化機制 來決定它學習是隨著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質地 我們之所以在海洋裡不是見很多昆蟲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昆蟲的近親 其實就更加以其他節肢動物的形式去呈現 就不是以一個會有翼的昆蟲的形式 好像陸地昆蟲那樣的形式去呈現 如果看它的材料是否應該是銅來的? multi-corporate 它會有銅的成分在背後 其實很有趣的 就算在海洋的貝殼生物 有些比如海蝸牛那些鱸 它都喜歡吸取銅的成分來變成它的殼 都有 但是那些是一些 原本是由軟體動物去拿出殼出來 那種就是跟這些節肢動物就不同了 除了這個之外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我們可以在這一節講完 就是 其實到現在 甚至香港 有些人上山採菇 野生菇是毒的 就是會發病 甚至有些是死亡的 所以這個野菇 蜘蛛這個 是一個傷心毒的植物來的 但是由於它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都是 已經這麼說了 大家真的不懂 不要亂摘 因為世界上有毒的菇 遠遠多於沒有毒的菇 是啊 你不要當它是冬菇那樣吃的 是啊 很多時候毒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些真菌類的生物 它那種獨特的蛋白 就是它那種蛋白質的結構 是很多時候是會令到我們身體 是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破壞性的反應 那它會可能是 會將 譬如阻止了我們身體某些器官的機能 令到器官衰竭 於是我們體現到一種中毒的現象 如果好說不好聽 有些還是影響到 就是它那種這樣的蛋白質 最後是直接影響到神經系統的時候 出來的後果就可以更加嚴重 甚至會影響到呼吸那些這樣的情況 是啊 現在很有趣 因為它說現在最毒的菇 竟然已經找到一個解藥的了 這個就是福音 但是它找到一個解藥的原因是什麼 是透過基因剪接技術 這個就登在Nature這個雜誌裡面 是很多很新的東西來的 是啊 是的 是的 那究竟它詳細來說是怎樣用到基因剪接來找到呢? 那我自己都還沒有很清楚 但是它很有趣的就是說 那種他們應該這樣說 他們應該是需要很了解到那個蛋白質的結構是怎麼樣的 於是乎就好像我們找疫苗那樣去找 就是究竟有些什麼可以和這些蛋白質結構去黏著 從而抑制到它 令到它不可以到處去作惡呢?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對的形狀的東西鎖著它 就是其實我們好像有時候是 就是將它當成一個病毒這樣去醫治的 就是你知道的 令到身體治病的東西不外乎就是 細菌 病毒和毒素 尤其是這個病毒和毒素它發揮作用的過程裡面呢 都很牽涉到就是說 它上面某某形狀的東西和你身體其他功能的東西 會不會就是那個形狀夾了 於是乎可以黏著 或者於是乎可以黏著之後 阻止你身體去做其他東西 那如果我想鎖著它的話 我就要找其他的東西去吸住它 這些會刺到你的部分 那就是所以那些解毒劑 其中一個進路就是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種化學物質 那種化學物質能夠有效地和這一種 這種菇它裡面的某種 很致毒的致命的蛋白質 能去黏在一起出來 令到這種致命的蛋白質 不能再和我們身體其他任何細胞 有任何的相互作用 那我們希望是能夠做到這件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有需要去認這個蛋白質結構 甚至乎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砌 就是砌到一些新的蛋白質結構出來 這樣 那現在很有趣的 其中一個答案 竟然它找到 就是由一種醫學上面的顯影劑 就發覺適合 就是拿來去鎖住這種最毒的菇上面的蛋白 就令它作惡不了的 是啊 但是要提一提就是這個原來在廣州中山大學的研究員 是做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會在那個顯影那裡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那個解藥 其實就 你要講到那個 就是為什麼它找到我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其實就 很有趣的 就是通常講這些顯影劑 它都是一種 講的顯影劑就是它有一種好像醫護的能力 你如果用得醫學上的顯影劑就是 你希望那樣東西就是可以入可以出 也都不會令到你中毒 這樣很有趣的 你如果仔細一點看看這種顯影劑裡面的化學成份 其實它有很多山埃在那裡 但是很有趣 因為這種山埃它是很穩定地鎖在一種的化學結構裡面 它跟我們認識的一般可以周圍作惡的山埃是不同的 它是於是它鎖在整個顯影劑的化學份子裡面 它就可以幫 有個能力就是 有時候醫護著一些東西 有時候去離開 也都可以隨著外申請親臣代謝去排出 就是做得顯影劑那種 你可以理解著它化學上的功能 是很 有種能力是可以喜歡黏什麼就黏什麼 喜歡脫什麼就脫什麼這樣一種能力 似乎就是借著它這一種能夠捉住某些特定形狀的東西 那種能力就由這裡開始想起 其實在那個生化物質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很需要這類這樣的元素 你簡單說 人的紅血球就是一樣這樣的東西 它是喜歡捉住氧氣就氧氣 喜歡放氧氣就放氧氣 喜歡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在適當時你要去放二氧化碳 它就脫走二氧化碳 那種就好像一個很有意識 很有生命的一種化學物質 喜歡你 只是跟你捉住特定的東西 又懂得在適當時放走特定的東西 而這種顯影劑這種複合的結構 它當然不是紅血球這樣的功能 但是它也有一種叫 依附著我們身體某一種細胞的能力 其實也是因為它有一種捉和放的能力 似乎它也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它那個固定的 捉住東西的位置也有固定的形狀 如果那個形狀能夠符合得到那個有毒的 菇類的那種蛋白質的形狀的時候 它就成為一個可以幫你抓住 抓住這些有毒的菇的那種蛋白質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他在這裏講得很清楚的 原來在以前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些菇會毒死這麼多人 但是現在最近就靠基因那個分析 直接找到它在哪一個蛋白質上面是做到這個有毒的效果 是的 有個名字的 是的 或者叫一個叫做什麼Alpha-Aminitin 應該都是一個大類就這樣叫 就是這類的東西來的 好了 我們四節就完成了 我們跟著回來就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